大家好,我是大鹿 欢迎来到大鹿的频道 这期为第十七的新手游介绍影片 这系列的影片也终于做满十七了呢 不过,也就才十七而已 一定是小鹿手脚比较慢的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见谅 因为总是不能第一时间就立刻上最新游戏的影片 那么在这一期 大鹿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新的手游 感兴趣的话,就不妨接下去看吧 Innalis 印尼丽丝 印尼丽丝是一款采用了3D战棋回合制 并且加入了角色养成元素的二次元手机游戏 这款游戏有着多位美少女角色 对,你没看错 这又是一款以美少女为主要角色的游戏啦 所以在游戏中 玩家将操控多位不同个性和能力不异的美少女们 拯救一颗名为印尼丽丝的星球 让其免受月影的毁灭 而在玩法方面 则让大鹿感觉与一款名为战场女武神的游戏相似 让你不清楚或没玩过那款游戏的没关系 大鹿会在这里给你简短说明一下游戏的方式 就是当到了玩家的攻击回合 玩家可以通过摇杆来移动角色 而美名角色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移动 当移动到敌人的身边 就可以选定技能进行攻击 击败所有敌人后就可以获胜 同时也需要注意 美名角色的攻击距离 是根据该角色的技能而有所不同 有时候也需要注意右边画面的行动点数 看是否足够让你失出技能 在角色使用技能时会有特效画面 而在释放必杀技时 则会有更加炫酷的大招画面 大陆知道战棋类型的游戏 在手游界中本就是相当稀有 而这款游戏本身 有着还算不错的建模质量 人物角色和画面还是很精美的 在游戏的玩法方面 应该会比较符合喜欢战棋类型游戏的玩家吧 金属对决是款由Nest Studio研发 融入了赛博朋克机甲题材的格斗游戏 市面上格斗的手游不多 好玩的也确实没有几款 但金属对决与其他格斗游戏不一样 这款游戏以新的概念 让玩家以超级简单 容易上手的格斗操作来进行对决 说起到操作 游戏采用了虚拟按钮的方式 在屏幕左侧是一个舌子键位 右侧则是提供了XAYP四个按键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让玩家就像是拿着游戏手柄 并与其他玩家进行着刺激的对决 这也让大陆想起了那些年 放学后与同学们到电动间 一起玩街机格斗游戏的回忆啊 等等别误会 大陆还是很年轻的哦 另外游戏里的角色也很多 玩家可以选择心仪的角色 然后摸熟该角色的招式套路 并努力的成为游戏中的格斗霸者吧 当然最后要说一下画面 大陆在体验下来后 可以感受到开发者在努力 想要将好的游戏呈现给大家 因为这款游戏的整体细节 无论是人物的例会 经济场景的描绘 和格斗的动作都做得很到位 而且相比起其他的格斗游戏 这游戏给到大陆的打击感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以目前手游市面上 众多款格斗类型的游戏来做比较的话 这款游戏算是非常优质 推荐给喜欢格斗游戏的玩家 猪吧 动物王者对战游戏 动物王者是一款动物园大逃杀游戏 也就是游戏里的角色都是动物 而场景也就是在动物园里 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单人或双人来进行游戏 在双人游戏中死亡的时候 你或许还可以等待你的队友来救援 但是在单人模式中 只要角色死掉的话 游戏就会结束了 想要获胜的话 当然就是要升级你的角色和你定不同的技能啦 里头还有许多动物角色共选择 大陆在开始时就选择了狡猾的狐狸 每名角色可使用的武器和特技都不一样 像是大陆选择的狐狸可以向前冲刺 可让你更容易的躲开炸弹 而变色龙的特技自然就是可以变隐形啦 大陆是发现到 角色们的行动速度都很慢了 在游戏中你需要捡起武器 再出发去干掉对手 一次可以带上三种武器 此外还可以捡起质弹物来掩护自己 也可以躲进草丛里暗杀对手 既然这游戏的场景是在动物园里的话 那肯定是少不了动物管理员啦 动物管理员也会攻击玩家 若是打败他们的话 还能获得比较强的武器 一局游戏中的玩家不多 节奏感也比较快 所以非常适合在无聊的时候 玩上一场来节节目哦 Manus Doom Arena of Legends 这是一款以快节奏为主的竞技动作手机游戏 游戏融入了卡牌技能的玩法 像是玩家需要收集各种拥有不同技能的卡牌 然后根据情况或玩家自己的风格 来组一个最适合的牌组 然后在每场竞技中获得胜利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更强大的卡牌 并组合更多不同的牌组 在游戏方式方面 每场战斗都会有6名玩家一起进行 玩家需要使用自己的牌组 来击倒其他5人 并成为竞技场的胜利者 而在战斗的时候 屏幕右下方会显示3个可用的技能 当使用技能时 屏幕下方的魔法值会减少 所以玩家也需要注意 不要在魔法值还未来得及回复的时候 就往前方去拼杀哦 不然一个不小心的话 就会因为没法使用技能 而被敌人干掉了 另外在技能键位下方 会显示一个接下来可使用新的技能 当使用了3个技能中的其中一个技能 该技能的位置就会被新的技能取代 另外除了有个人对决 也有团体合作模式和全球排行榜 若你有兴趣的话 就来进入游戏 与世界各地的玩家 一起争夺排行榜上的名额吧 World War Polygon WW2 Shooter 多边形二战射手 World War Polygon是一款模拟二战战争 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 画风以多边形为主 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而且游戏也蛮有趣的 游戏有单机故事模式 玩家需要跟着指示 炸毁敌人的据点或是干掉敌方 因为是单机模式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太容易死掉 或是坑队友什么的 玩起来也比较轻松 射击感也很好 每次开始任务前 可以装备自己的角色 一局游戏可以带上三种枪械 而且还有自动开火 所以玩家只要负责瞄准就行了 当然玩家也需要收集零件来升级枪械和装备 以及带上手榴弹 来增强你的战力和通关效率 除了主线故事以外 你还可以尝试一对一和四对四的模式 不过大陆建议先多升级枪械 之后才玩组队模式 因为大佬太多了 大陆在进场后 连枪都还没开就死掉了 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的装备太牛逼 大陆怎么一直射也射不死啊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生存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玩家可以用限定武器来击杀关卡中的上十士兵 击杀的越多 奖励也就会越多 人物的动作让大陆觉得有点生硬 不过气氛渲染的非常不错 喜欢射击游戏的玩家 不妨去尝试看看吧 Restless Dungeon 不安地牢 Restless Dungeon 这款融入了Droglite玩法的地牢闯关游戏 游戏中玩家将进入地牢 然后斩杀各种怪物 像是女巫或是哥布林什么的 而每次开始游戏的地图都是随机的 宝箱或Boss的房间也需要玩家自己探索 在进入地牢前 玩家可以升级自己的攻击力 生命或是防御力 也可以购买其他不同的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使用的武器也不一样 进入地牢后 就会开始不断斩杀怪物的旅程啦 过程中 你将可升级 然后解锁不同的技能 但每次也只能带上两项技能 偶尔在干掉怪物后 还会获得起掉落的钥匙等物品 钥匙的话 当然就是用来打开宝箱的道具啦 而宝箱会掉落各种不同的武器 每个武器都有不同的属性 一些还提供了生命加成 该怎么选择就看玩家自己了 大陆觉得这款游戏的画质和打击感不错 但是玩法太单一 没有其他特别的小任务 或是其他的玩法要素 就是这样一直的砍Boss 然后到更高的楼层 玩久了确实会有点无聊 不过用来打发时间还是可以的 这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近一些小团队制作的手游很多 不过不要因为是小团队制作 就觉得质量一定不行啊 因为大陆本身就体验过很多不错的作品 有一部分都是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团队所制作的 有的甚至是独自一人 耗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制作的 制作一款游戏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当遇到喜欢的游戏 就赶快下载来体验看看吧 这也是对制作者的一个肯定和支持啊 暂时没看到喜欢游戏的话 记得想起大陆哦 就是订阅大陆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或许就有可能 在大陆的下一个影片中 找到喜欢的游戏呢 我是大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